謝謝主席、同仁、列席、官員、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請主委 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辛苦了 主委 主委你對於所屬的榮民醫院系統 包括北榮、中榮、高榮 那你們現在是垂直整合嘛 是 將屏東婚宴、台南婚宴都受 好 那現在我們在衛環我當張委當委員長 我們碰到的問題現在是勞計法的問題 那現在我在上個禮拜我質詢的時候 因為現在的醫勞盟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注重休假 注重公實 注重醫護人員的身心的狀況等等 那其實很多很多的醫院被老委會開划 我要請問第一個問題 你們 榮民體系有沒有 的醫院有沒有受到 勞動檢查有沒有受到處罰 有沒有罰款等等 第一個問題 我請我們醫療局部長跟您說 好 我也好 今年是有兩個醫院 一個是嘉義 一個是花蓮的玉女 都是因為我們的資訊系統 原來那個大概一半 庫裡的醫院大一班下班隔天 因為不是同一天 所以他下班的時候打卡 上班的時候可以打 下班因為隔天打不進去 所以說用這樣子也變成是要罰 那我們嘉義 龍飛院已經申訴成功 那個已經暫時撤銷 那玉女那邊是被罰了五萬塊 大概就是這兩個案 有改善嗎 怎麼行 我們的資訊系統都已經修正完畢了 現在問題 主委 我告訴你 現在因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師 甚至於組織醫師 受僱醫師 大家都有夫妻 要納入勞計畫 我在衛環 我要求 老闆會主委 跟衛生福利部長 我們真的是 有種的話 過種的話 明年一月一號 全部所有的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 全部全部都納入勞計畫 有沒有辦法 因為 專民體系有沒有辦法應付 如果是規定 我們當然就遵守了 你知道現在要多少補充人力嗎 也不知道齁 我跟你講 單單住院醫師 納入勞計畫的話 我們給他算一算 人力缺短缺 缺口 差不多有六千個 六千喔 那我們現在要 配他的方式 第一個 就是主治醫師 要下來值班 第二個 醫學生的援耳要增加 譬如說 現在是一千三百位 增加到兩千個 我都說我花兩千五百個 他們說我怎麼算 我說我八算 因為我不可以多少 縮個十年 然後再回來一千三 再來 專業副理師要增加 等等 那現在我看你們容總體系的 援耳的控制都非常非常緊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看你們要應付這個 你們有沒有問題 主委 你有沒有什麼配套的方法 你不要到時候出問題了 都是血汗 每一家你們都是血汗醫院 不會我們就按照規定做 本來就是應該按照規定做 醫生也是 不過我看你們的援耳 就是援耳的管制的方面 你們太嚴格 你們甚至於 布立醫院 布立醫院現在作為基金 他們就自己可以 可以夜聘人員 你們這邊的援耳管制太嚴格 我們也有在跟 像我們在屏東 我們醫院有跟高榮 有在交流 合作 我就覺得你們這個 援耳的管制太嚴格 你們這樣會太僵化 這個其實我們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的醫師 政治人員來講的話 是受到整個行政院 他總體員額的管制 那我們目前解決的方式 可能也就是從契約這部分來招手 所以就是夜聘人員這一塊 你可以 比照布立醫院這一塊 就是 有他很大的 給他們一些坦性 這樣的話才有辦法應應 不然的話 從衛環這邊的角度看 我滿替你們擔心的 所以這一塊 你要注意 我們是 是需要去從氣固這一段來補充 對 這個非常重要 再來 你們榮總這樣垂直體系 這樣整合之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中榮 下面一堆 高榮 北榮這樣 我覺得目前看到的 都是比較正面的 尤其對幾個榮分院來講 他的醫療水準 還有對他附近鄉親的照顧 因為畢竟總醫院他的水準 這相對是高的 那對於整個地區來講 是有幫助 像我是嘉義人 我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嘉榮在這幾年 從中榮過來支援之後 他很明顯的他的提起來 所以你是覺得這樣是好的 這樣是好的 對 所以一個體系一個體系 那各個體系之間有沒有在交流 也在交流 包括北榮、中榮、高榮 事實上我們是一個 的一大水庫在那邊運作 好 最後我問你 最近 軍方體系的 處長剛剛從802下來 802最近在 因為金石案裁了一堆人 抗爭、澄清都在這裡了 我要打算帶他們去圍你們 有沒有聯絡總體系 有沒有放到這個問題 你們怎麼解決 目前我們沒有 金方市經驗 他是一個精髓 也有採檢不少的護理 還有一些醫師人力 其實當時都已經有規劃說 這些人都是 會把它轉成氣固 用氣月固 然後用高資等的氣月固 來把它運行來 其實當時之前 我離開之前都已經有做好這樣的規劃 不過我看 像金方這一次的配套 也沒有做得很好 可能他們要努力去把它 你的802現在好幾十個 你怎麼處理 如果你還在的話 你怎麼處理 其實那幾位不在802 802我準備好了 其實那幾位是因為把 左銀行、甘山、滅井兩 那邊其實做的不是很走向 現在他們已經在努力調整了 怎麼做 我希望他們能夠比照原料802的 就是把它 把它請到榮總體系來 歡迎 榮總體系開放原料 醫療是非常昂貴 醫療品質更是昂貴 前幾天有一場 量出為入量入為出的 這個檢討會 我看榮總體系去年的 今年102年是歲出 454億 那執行情況現在是怎麼樣 事實上三所榮總來看的話 我覺得 我們上個 就在上個月我們召開過這一季的 這個醫療的檢討 運作檢討會 我覺得三個榮總在 院長還有各級同仁的努力之下 他們比前幾年都有很長出的進步 尤其在業內部分過去都是赤製的 但是今年我們看到他 都是有到盈獄部分來 明年度的預算我看好像比今年多了2點多% 那這樣如果要因應勞計法這一塊夠嗎? 縱使是不夠 我們會按照規定來做 即使是虧損我想也要虧損 因為就像您說的醫療本來就沒有便宜的 我們台灣的健保真的是太誇張了 滿意度那麼高 副會者代表對醫界極度的不友善 我剛剛有跟三位 兩個院長還有北龍的副院長 我跟他們講 這次總的談判 我是領軍在談判 受盡屈辱 我非常非常的 支持隊員 我們都支持你 所以 這邊 如果要義界要種種體系配合的 我希望你們也要配合 誰要不違法都要配合 應該的 好謝謝